節目快要開始了 趕快回來拍好戲 好 歡迎回來我們拍好戲 那我們這一part要來進行的就是 欸 我突然發現桌上有一個非常顯眼的東西 紅紅的 我們來看一下 太突兀了吧 會很突兀嗎 會很尷尬嗎 應該沒有啦 這是因為你年口香糖在上面 不會啦 這個看起來就是有風蠟過的邀請函 我看起來很正式 前面還寫著 因為這個是白色的關係 有寫一個英文 邀請函 我英文不太好了 聯盟議會 聯盟議會是不是 OK OK 好 那我們這一個邀請函呢就是要來進行我們今天這個節目的內容 就是 我們這個要來拯救這個新風之谷的這個前線 好不好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內容是什麼 會不會打開是你超速法單之類的 你說法單是不是 還有一張新年的照片 都已經要年終的錢不是很好賺好不好 我好像有點太粗誤了 我好像有點太粗誤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邀請函的內容好不好 這字印的有點大喔 黑魔法師降臨 英雄即刻造極 那表示我們今天有邀請這個英雄來到我們節目啦 我們的兩位英雄分別是我們的Sandy及康寧 Yay 大家好 我們是邀請 我們是謝廷 我們是戰隊是不是 是 沒錯 你們是一個PIN 我們今天其實是要成立這個電競戰隊的計程會 我們西風之谷英雄隊 謝謝 西風之谷英雄隊 隊名都想好了 隊名都想好了 好啦 事不宜遲啊 那我們今天兩位是受到徵召的英雄嘛 準備要來對抗什麼了 因為既然有英雄 那當然就要有這個大魔頭 要有BOSS 那我們這個BOSS就是我們的黑魔法師 那這個黑魔法師 這個來歷究竟是什麼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會介紹給大家 好 那我們今天要進行的就是 興風之谷的特別任務啦 超擊敗 好不好 這個黑魔法師 超擊敗 突然覺得這個 要是一個沒有念好會出事情 你知道嗎 超級擊敗 這個就是語氣上面要稍微強調一下 還好我的中文還蠻標準 我們一起來擊敗黑魔法師 是不是 你們覺得我要是超台灣國語 那今天這個節目就完蛋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任務是什麼 那我們的任務應該就是這個有字卡的部分 看一下 好 你看他真的是這樣寫啊 不是我亂講的 標等挑戰賽 喔 看來就是要來這個挑戰等級的部分 新風之谷14年來 我們大家都知道其實 風之谷系列持續以來 這個 長一段時間 對 從大家的童年陪到現在 非常經典的遊戲 我們最強大的boss 黑魔法師即將登場 看起來是要有這個更新的部分了 面對黑魔法師與其邪惡黨羽的摧殘 是時候與六位英雄實況主 一同出擊來正面對決我們的黑暗的部分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邀請函是白色的 我們代表的就是光明那一派 光明與黑暗 這個是勢不兩立的兩個勢力 是 好 我們今天呢 就是我們打頭陣 好不好 我們Sandy跟康尼 他們有兩位英雄 那接下來我們還會有這個 一樣是持續在我們麥卡貝的這個網路電視 你們是看到照片覺得怪怪的是不是 超久以前了 這是你們自己提供給人家的吧 沒有 這是以前這十年前照片 有點像兩張就合上去的你知道嗎 有點像是被key on 你們兩張就被合得很牽強你知道嗎 對 有點像是合上去的 劈上去的 劈上去的 這個屏幕上劈 這是剪貼好不好 我覺得嗎 顏色超單 好 這個是六位直播英雄 直播主英雄 將分做三組 那我們今天這一組就是Sandy跟康尼 是 那接下來持續在我們麥卡貝的節目 我們這個現在才知道 以及下一次的敗火炮戲呢 還會有一組這個 實況主總共六位 分別是這個鳥屎跟傑琳 還有這個 貝麗美跟大宇 那 收看直播支持心中的英雄 還能拿好禮 表示我們這個觀眾也是有機會拿到禮物的 那現在到新風之谷官方活動頁面 參與冠軍預測投票 也就是說呢 我們要競爭了 我們要競爭啦 你們兩位的表現會影響到觀眾能不能抽到這個獎 那參加投票預測將有機會獲得限量的風之谷 TV 第一椅子等大獎喔 所以他說等大獎 那就是除了這個 還有很多不同的獎 椅子之外 應該還有其他的獎項 OKOK 我覺得看這個對手 我還要cue一下這個 右下角 就是這個QR code直接掃 好好好 有人想說 我現在在用手機在看嘛 直接掃比較快 喔 現在就可以開始投票了是不是 對 現在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 直接投我們啦 等一下 不是啦 其他真的不用選了 總是要安排一下證明你們的實力有沒有到好不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要 我比大魚翔 可以嗎 我挑一個最軟的 我比大魚翔 你挑一個最軟的假說 我覺得最剛開始我會覺得好像大魚非常厲害 因為他非常的3C宅 然後就覺得他應該超厲害 3C的遊戲是不一樣的 真的嗎 他遊戲也厲害但是我覺得 他沒有到他3C那麼神的程度 真的 他3C是神的 我原本只是要告訴觀眾說 鳥屎跟傑林那組真的就是不用看 為什麼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就覺得他們在玩的時候 應該會一直講話 然後做效果這樣 然後忘記講 他們光講話可能就占了絕大部分 可是鳥屎玩遊戲很強欸 對啊 我知道欸 我看他最近開台比較少在玩遊戲 哪有 喔喔喔 對 最近啊最近 喔喔 了解 好 那我們兩位 我就覺得你們那麼有自信 我等一下來好好看一下 沒有 他這麼有自信 我覺得不要最後一名就好了 對 沒有 我們想要依賴就對了 你絕對一定很厲害 這不是八組欸 這其實是三組而已 對啊 可是我覺得第一組其實在整個這個流程上面來講是處於比較劣勢的 為什麼 因為第一 因為後面 所以就時間的眼鏡 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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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不是每個人打不一樣選的職業不一樣嗎 可是職業就是不一樣 可是打法搞不好我可以參考一下 你們關卡會有些地方比較差距 對啊 因為關卡內容應該都是差不多的 那觀眾觀眾知道脫選嗎 然後或者是 或者是我們已經打到很高 然後他們看到我們打到這個程度就說 我一定要拚過去 然後就會很拚命這樣 對 就我們沒有目標追 有啊我們的目標就是一直一直往上一直卡 不停不停的 不要最後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今天安排兩位作為這個開路先鋒也是一定是有原因的好不好 一定是看好你們的 對啊為什麼啊為什麼 還是因為我們比較閒 我們比較閒 所以今天很好笑 我在幫你們鋪路好不好 OK 好 好這個我們今天要進行的這個特別任務啦 這個我們的活動資格剛剛有看過了 這個大家可以趕快去這個粉絲團進行 粉絲團的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就是這個為了獎勵決心出擊黑暗的勇者 就是各位啦 當日節目的粉絲團呢 將會現場贈送限量好禮儀 記得到爆炮戲以及現在載之道 也就是我們兩個節目的粉專 這個參加抽獎活動 還要分享給親朋好友 也就是說除了這個留言還要分享啦 按照留言加分享 對那這個 黑魔法師的漱口袋 以及傳說潛在能力捲頭50% 這兩個都是虛擬道具的部分 應該都是虛擬道具的部分 漱口袋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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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漱口袋就是 我想說現在虛擬道具怎麼取名字 會有穿嗎 漱口袋 你的想法比較好創意 你拿起來漱口 我很怕那個全力捲頭是現實的東西 你說那個50%是不是 漱口袋是虛擬的不稀奇 如果捲軸是現實才恐怖 好像還蠻厲害的 可以做一下這樣子 好像蠻不錯 下次廠商可以參考一下 是真的做現實的出來 做捲軸 好 那我們這個 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今天其實講了那麼多 是因為我們這一次 新風之谷的這個 重大改版 要來了 這個在這個 1月16號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次改版的影片 我這個預告片真的有那種 山魚越來的感覺 對啊 很有氣魄 真的是要面對到最終boss 黑魔法是 對 好啦 所以大家看了這個影片之後 應該是這個 躍躍欲試好不好 我相信兩位勇者 今天也做了萬組準備 還好 哈哈哈 這個話不能講太滿 不然輸了很丟臉 我今天是真的看到兩位 在事前準備做得非常的認真 他在哪裡看的 我都不知道 我今天 今天我到的時候 我就看到康妮坐在那邊 化妝嘛 那個表情 在試玩的表情 不是開玩笑的 不是開玩笑的 屍呆 沒有屍呆 很認真很認真 嘴巴都張開 沒有立起來 嘴巴都張開 我們都用臉玩遊戲好不好 怎麼用臉怎麼玩 做得很用力 很用力很用力 不過我覺得這個 兩位的表現 等一下我們可以來 好好地觀察一下 然後這個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 改版日期是 1月16號 好不好 那在螢幕前面的各位 要怎麼參與 其實我們還有這個 改版的資訊要來 告訴大家 好不好 因為畢竟 只要是改版其實包含這個 各位玩家自己的職業也好 還有整個關卡內容也好 應該都會跟那個 往常有一些些許的差異 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改版的資訊 好 初級的黑母法師 角色必須達到200等 那官方即刻開放燃燒伺服器 那為什麼會叫燃燒伺服器 這起來有字啦 一個 燃燒伺服器開燒讓你充等沒煩惱 可以免費移民自一番伺服器 這個是直接帳號轉移的部分 對 那再來就是 升一等等於升三等 所以是活動期間限定就對了 讓你在這個 在伺服器裡面 標等 標等啊 升級很快 所以才要燃燒伺服器 燃燒自己的生命嘛 你要不要唱一下燃燒啊 燃燒生命 你說那個 孫楠嗎 哇你這一講下去 這個就暴露年紀了 你知道嗎 怎樣我就是50歲 不然說怎樣 你知道這是我們國中高中時候在唱的歌 燃燒 你還是繼續講 可是講到燃燒你知道的是 是RP的招牌歌耶 我小時候都聽周杰倫的 你不知道 再裝再裝 我從小聽周杰倫做什麼 周杰倫也沒人年輕好不好 我說我從小 我說我從小好不好 從小是不是 好啦這個 一路飆上200最暢通好不好 所以這個 因為剛剛前面有提到就是必須要達到200等才可以參加活動 對不對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好不好 這個 活動有設定讓大家升一等等於升三等 也就是接近三倍的這個經驗值 所以你只要大概70等 快70等就200等了 差不多是 以前只能念到70等 你就可以連到200等 大概這種感覺 然後 150等的時候 就有這個路塔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有全新的 騎寵以及椅子的部分 硬幣商店呢 將推出令人期待的新品 只要參與改版的活動任務就可以得到 聯盟勳章 使用聯盟勳章就可以兌換這個強力的標的物以及外觀道具 相信這個 外觀道具一直以來都是這個 新風之谷非常吸引人的部分 這個就是秀出個人特色的 這個專利啊 所以這個 想要這些新的騎寵還有椅子的話 就不要錯過這次的活動了 好 好 那我們這個在進行這個挑戰任務之前 來先問一下就是 Sandy跟康妮在這個 新風之谷的這個遊玩經歷大概是如何 先問一下Sandy好了 其實我很小就開始玩這個遊戲了 很小 對啊大概國中就開始玩了 那真的是還蠻長一段時間 玩很久 你高中吧 我大學了好不好 我大學玩了 再講下去大概就講 我昨天剛玩可以講 我昨天有玩 越講越誇張 這個遊戲系列 新風之谷它的系列已經很久了 然後國中就有開始玩 那時候的伺服器有在綠水林 那個時候就要綠水林 可是現在我不知道還有沒有 那排行前級的伺服器 對對對 然後現在的話雖然時間比較少 但是在一兩年前還是有在回國再繼續玩 喔 對對對 因為它持續都會有一支推活動 讓大家會有很多新的改版 所以到現在都還有在接觸 那康妮的部分呢 我是幾年前有玩 我不敢講他 他小時候 然後結果其實是我大一點 然後那時候伺服器有選兩個 一個是姑姑寶貝跟一個皮卡丘 然後那時候自己組完是神之子 然後有一次活動是練那個夜光 喔 大家的經歷真的都是 講一講真的都是有實力的感覺起來啦 有蒼桑桿 有歷史 蒼桑桿我們自己講的 有歷練 我是不好意思講啦 可是你像 像因為我們爆炮系格鬥遊戲節目 很多玩家也都這樣啊 你看石油王跟RB也都是 玩格鬥遊戲玩很久 還有現在這種表現嘛 我相信這樣子的遊戲經歷 帶給大家這個累積下來 這個今天的挑戰任務對兩位來講 應該不是男生 你不要再捧我們了 壓力很大 我一直在捧殺 先捧再殺 但我們其實今天的挑戰任務 也不是單純就是只有玩遊戲 然後標等而已喔 其實它有一些小小的規則 但是在我們看規則字卡以前 你們要不要先對其他兩隊做個 嗆聲的動作 我們剛剛嗆還不夠 我們剛剛嗆聲已經嗆超多了 我還怕得罪人了 你也知道我們私底下是好朋友啦 好朋友那就可以直接罵 不是啊他們剛剛都說那個傑琳跟鳥屎都是用嘴巴在玩遊戲 所以他在講說不是好了 沒有沒有我覺得我覺得啦 我應該可以贏大魚那一組 我覺得 你覺得 對我們第二名也可以吧 第二名 我拿第二名就好 至少不要墊底 很聰明的很保守 對啊 不要求冠軍嘛就拿個第二名 對啊 說不定冠軍一個失誤 欸我們就變成第一名了 耶 聰明聰明 也是不錯也是不錯 我覺得大魚隊會講跟你們一樣的 至少我覺得我們可以贏過Sandy 你們跟大魚說他不要跟我講一樣的話 Sandy講過了 笑死 可是你們不要看其實大魚的隊友還蠻可靠的 貝利美啊 對啊貝利美啊 對不對 你看他那麼窄 對啊 可以可以可以 威脅性蠻大的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等一下這個標等挑戰賽的規則 讓大家知道一下 因為就是包含這個 剛才葉子提到有障礙的部分 開賽前先抽取英雄角色 每位英雄將搭配不同的地圖練功 所以等一下兩位進行的會是不同的地圖 OKOK 好那每五分鐘呢 將會有機會跟命運 也就是說兩位在進行的時候 我們這邊會抽 好不好 我們這邊抽 我們製作單位安排這個 機會跟命運卡 我說我真人會被騷擾就對了 對 也有可能是遊戲內的角色 如果是葉子騷擾我我就可以 等一下如果要進行實體碰觸 我就讓葉子來進行 好好好 相信兩位應該會越玩越開心 本集有這個主持人決定機會命運號碼 下一集則有本集的英雄抽選 也就是說 你們在進行完挑戰之後呢 下一次要進行的應該是 傑林跟鳥屎他們會先 耶 還不抽呢 我一定要虐殺蘇志祥啊 開什麼玩笑 你有仇絕大嗎 有仇恨 你們是已經看到下面那個機會命運的內容是不是 有喝苦茶 獨眼龍 吃烤鰻魚 這 呵呵呵 等一下我覺得第三個超恐怖的耶 含冰塊 含冰塊還行 含冰塊還好吧 就吃冰塊而已 對啊就含著而已啊 可是我會恐怖 我覺得含久了就覺得很不舒服的 你說會不會講話講講然後噎到就放鬆出路了 沒有那個鏡頭照起來很醜 因為你會一直流的 呵呵呵呵呵 兩三顆而已 你要把它吞下去是不是 一顆而已吧 咬碎耶啊 一顆啦 然後就有這麼大 一顆 太忍辭了 第四個是使用果凍鍵盤的 欸我反而覺得這個比較硬一點 什麼是果凍鍵盤 就是軟軟的那種 軟軟的那種 好棒 可以捲起來的鍵盤 欸那種很爛耶 呵呵呵呵呵 喔就是以前我們帶出去筆電的時候可能外接 對那種卡鍵 沒有Ruby我覺得 我覺得第五個比較危險好不好 為什麼 會被刺到好不好 啊鰻魚有刺喔 有啊有啊 其實錄到一半 因為今天螢幕比較小我以為是烤魷魚 那你想說烤魷魚這麼爽不一樣 為什麼是烤鰻魚 我覺得鰻魚很棒耶 鰻魚是很貴可是會刺到 對啊 我鰻魚是信封住你們的道具 喔我還以為限時生滑魚 喔邊打遊戲 喔不是限時吃啊 是限時吃還是遊戲裡面吃 當然是限時吃啊 喔 哈 我也要吃 很多刺 很貴 啊不然你大家幫我挑刺好了 哈哈 鰻魚蠻好吃啊 你來浮世我這樣 直接可以在邊咬 我沒有辦法嗎 你看這個表情真的是有 我很不會 欸 欸 欸 不好說不好說不好說 好啦 所以我們這個要抽的錢筒就在這裡 沒錯 今天做的這個道具真的是有用 一人抽一個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等一下 角色 喔這個是角色 你們現在就要抽 現在說抽嗎 對啊 選擇你們覺得 可能 這個沒辦法選吧 選天氣你的衣服什麼都可以啊 好不啊我知道了 紅色啦 你穿紅的你選紅的 我覺得紅色不錯 你們也可以交換啊 看你們來 沒關係 沒有過年要到 紅的喜氣啊 賺大嫌 黃色我今天就是一套這樣 所以Sandy那一套就穿到過年都不要洗了 我有很多套好不好 我一套一一一一撥買十件 OK 那我還蠻賺的 要直接開嗎 我覺得職業蠻重要的欸 感覺有些職業練功會比較快 然後有些職業會比較吃虧 對啊 哎呦 看一下Sandy的是 夜光神木春山陽蝦谷2 欸我喜歡夜光欸 夜光的名字聽起來就很厲害你知道嗎 夜光很秋欸 沒有 那算是抽到好籤喔 對啊 來來看看康明的 我的是 金陵牛修霞 深谷村 暗黑半人馬鈴圖 下面是關卡的名字啦 這兩位的這個職業都已經決定好了 我是夜光 抽到夜光看起來Sandy還蠻有自信的 你剛剛說說夜光 那以後都會覺得 我剛剛說夜光 沒有沒有啊沒有啊 我剛剛才前面才講說我不會有台灣國語 六個人有四個人都知道說你說夜光好嗎 夜光 夜光就夜光 好這個是 兩位這個職業已經抽好了齁 那再來就是這個 我們就直接要來準備計時來開始這個標等挑戰賽了 那我們要先看規則 我們剛剛有看過規則了嗎 有看過了嗎 有看過了嗎 有看過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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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他吃賴魚 阿伯看過了 那我們請兩位就是到我們的戰鬥位置 好 加油 兩位挑戰順利了好不好 加油 夜光加油 你們要樹立一個不可跨越的高牆 好 好好好 計時15分鐘喔 15分鐘 對 好 夜空 好 呦 可以回頭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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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欸我是 我是左邊 突然覺得替他們緊張欸 我在左邊 因為我們今天是第一組 他們輸了應該不會懲罰在我們什麼身上吧 是不會啊 現在今天沒有辦法知道他們輸還贏 我當然是說 對我是說之後 整結論 整個結束之後 才知道結果啊 對啊應該是不會懲罰到我們 我們可以外插啊 我們可以直接賭說這一組跟 這三組裡面是誰 三組賭一個 來對啊 我們可以 只覺得鳥屎那一組機會大一點 真的嗎 什麼 我 我覺得 你要鳥屎什麼 我也會猜小梅那一組 因為被玉玉玉 欸他們這人都不看韓舞啦 哈哈哈哈 就挑戰者伊迪在這個位置 我們在台灣三組選組 這邊沒有人選擇 他們沒有人選擇 有人說鳥屎 有人說貝玉玉啊 沒有人要說你們了 滿有機會的啦 你現在在補這樣來得及喔 我們這樣生意很強喔 夜子現在在補來得及 我要指弟夜子快幫我撥曼魚 好那我們這邊由裁判喊開始囉 兩位都OK了嗎 都說有什麼問題 沒有 角色的設定OK喔 好 好 那我準備要宣布了喔 好 我們的標燈搶戰 START 好 好 好 我們在畫面上康 康看到的是Sandy的自角 好 下面是康琳 好的 好的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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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我要蓄怪多的地方 感覺剛才那邊的地圖會比較難清怪 因為那邊被分成兩邊 我覺得是因為那個夜光有範圍記 所以在清怪的過會比較快 所以我看他畫面都是一坨一坨的 對對對 因為今天遊俠應該是拿弓的 比較單體的部分 對啊我就是裝成放範圍記了 可能這樣清怪會比較慢 所以要善用職業 英雄職業的技能 其實遊俠感覺就是在後面去咕的吧 就是要遠程的嘛 遠程攻擊通常都是這樣 就是怪還沒靠近之前就把解決掉 因為其實一直以來練功最快的職業一定都是法師 進戰法師 喔法師 對 有道理 因為法師放AOE記比較可以 我看Sandy從頭到尾都在放一個範圍記 沒錯因為我就是範圍記啊 AOE的那個法術記 他們會不會練一練然後忽然被怪打死啊 應該是不至於啦 應該是不至於啦 我們要相信挑戰者的實力好不好 然後在稍後我們等一下就要抽第一張那個 機會命運 對 五分鐘 欸不要用Ruby抽他手很黑欸 什麼東西抽 手很黑 抽啊你抽籤的那個 對啊不是你抽那個嗎 是我抽的嗎 我們可以輪流抽啊 對啊不一定要我抽對不對 不要Ruby抽 Ruby手很黑 很黑是不是 對 我以前做我手 我一直飛走 不要Ruby 哇康妮加油啊 康妮加油啦 加油 在青怪上面可能比較劣勢一點 對啊他我這個職業會有一點辛苦 蛤這樣怎麼辦 我也 Sandy要靠你Carry啦 要你們兩隻一組啦 那如果剛好別的組都選到大範圍AOE法師怎麼辦 兩人 那就只能說他們遊戲好了 應該沒有這麼多錢你選走一個夜光 基本上他們應該也是沒有太多空就可以選了 對啊夜光已經陪你選走了啊 他們就不能再重複手了 可以重複吧 六個人好像都不重複 不重複喔 不重複喔 太棒了 太棒了 Sandy你那一隻要上上籤了喔 Sandy忽然信心都來了 沒錯 隨便打隨便打 那等一下就抽一個起來 我們再另外做一個籤就要蒙眼了 呵呵呵呵 他只有蒙一隻眼睛還好 喔獨眼龍對不對 嘿 還好你心瘋之谷是2D遊戲 不用操個眼鏡 消不去 我比較好奇的如果等一下抽到鰻魚要怎麼辦 鰻魚很好啊 可能要單手吃鰻魚吧 不然就有人餵他吃吧 欸我覺得又有人餵吃欸 不然如果噎到就死掉了 也是齁 康妮很認真 康妮頭滴滴的不說話 他整個頭快要埋到那個 星空之谷的吉祥物裡面 那是什麼香菇嘛 對啊菇菇 康妮明白自己的 角色比較劣勢他很認真 對 欸還是我不要跟你們聊天 我這樣子是不是太free了 太隨性了 不會啊這是你 這是挑戰者自信的表現 好 OK的 一攻 怎麼了康妮你在幹嘛 為什麼你在吶喊 因為我在殺 你是很難殺是不是 哇感覺康妮發出了慘叫 他沒有很難殺啦 只是 是 康妮加油啊找一坨的那種打 或者是你去把盡量把怪 看能不能集中脫怪 稍微拉人 對好像不會 不會去追 我有一直使用連續劑 然後能一台都殺掉就殺掉 目前軍隊時間4分鐘 好啊準備要來抽第一張喔 你們誰要抽 給RB抽 給RB抽 你們想害死他是不是 冥王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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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RB很黑喔 然後他們指定不要如瓶抽吧 我要指定 我要指定葉子 我覺得如果 我覺得如果你們想要平民啊 進陣看看的話 就不要讓我抽啦 真的啦 沒有可是他五分鐘會抽一次啊 沒差不然葉子先抽 至少會有兩個人抽 對啊 之後會有兩次啊 對啊 至少會有兩次啊 那葉子先抽好了 我抽就是 也是抽兩個人同樣的 同樣的吧 對啊 會不會一起 好 我可以先抽 五分鐘了吧 好 機會命運要來啦 他有告訴我喔 三 三號 怎麼三寫得很像那個 怎麼三寫得很像那個 我們在看眼睛視力的時候 三是什麼 三號嗎 不是不是 獨眼龍的下一個 獨眼龍好像是二 欸 冰塊吧 他喊冰塊 對 來啊 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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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太會抽了 真的會抽耶 這個最簡單對不對 真的是最會抽 沒什麼影響的 他們可以多給葉子抽啊 最輕鬆的 對 沒錯沒錯 導播打把那個鏡頭放大給他們 特寫他們喊冰塊 是 一杯一杯是不是 沒有 一口 一口 那我要喊啊 還有吉隆東不在 不然我覺得會歪掉 等一下 我覺得他要吉隆東不在 不然我覺得會歪掉喔 不會歪掉啦 你們看我都不敢講話了 Sandy喊了嗎 康尼喊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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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尼現在好忙 康尼超忙的 我升級了升級了 我升級了升級了 我升級了嗎 誰升級了 有在框了 哪裡啊 誰升級了 康尼啊 康尼升級了嗎 我真的是標準耶 在短短的五分鐘他就升級了 而且應該會越打越快 對 因為升級的關係 加三倍的關係 而且你一次升三級 你的能力值應該增加很多 也會提升 所以刷怪應該會增加 我怎麼看到康尼畫面有一隻大大隻的東西 有一隻大大隻的 有一隻大大隻的 那隻小boss 欸打那個大隻啊康尼 好啊 那大隻的看起來欠打 他現在嘴巴喊著冰 對 沒有辦法回答 他故意一直問問題 他一直有說好啊 喔喔喔喔喔 打大隻啦打大隻啦 感覺那個經驗很多啊 有了我跟他講話 我跟他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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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鼓掌控定 還好啦他們講話都還算清楚 我按不掉 独角都很強 独角都很強 不會我覺得兩位泳者表現都蠻好 至少他們都還沒有 還沒有掛掉 會不會我們挑戰到一邊掛掉啦 我覺得大魚那一隻 你怎麼死啊 他要旁邊跳 怎麼挑戰到10啊 大王10啊 - 會不會我們一開始覺得是Sandy的練功比較快 - 痾 我一直覺得我這樣好窄喔 - 因為康妮都很認真 - 不知道欸 因為感覺清怪速度還是Sandy這邊比較快 - 可是你看康妮玩的姿勢感覺好像比較認真 - 如果今天把遊戲畫面遮住看的話就會覺得 - 那康妮應該是比較穩 - 為什麼要掉下來 - 為什麼要掉下來 - 蜘蛛都倒了 - 為什麼他們在地圖不一樣 - 地圖不一樣 地圖不一樣 - 怪長不一樣 怪長不一樣 - 怪長不一樣 怪長不一樣 - 欸我這邊有沒有加時間啊 - 有有有有有 - 大家加半個小時給你 - 好 - 哈哈哈 - 頭30怪是不是 - 死了 - 妳死了 - 怪死了 - 嚇我 - 嚇我 - 嚇我 - 我想說畫面沒變黑白喔 - 我死了 - 我死了 - 老兵好多保護喔 - 謝謝 - 啊啊啊啊 - 跳 - 喔 - 喔 - 喔 - 我這個有一個 - 我真的有一個 - 我真的有一個 - 我真的有用駕駛這樣啊 - 為什麼你要加時間啊 - 為什麼你要加時間啊 - 為什麼你要加時間啊 - 因為我剛剛 - 在按東西啊 - 要讓他設定 - 設定一些東西啊 - 欸 - 哇可以啊 - 你那麼強 - 不用加了啦 - 齁 - 你知道你的隊友 - 剛殺了幾隻大大隻的嗎 - 其實 - 感覺你有力 - 蛤 - OK的 OK的 - 妳看你開個技能 - 整圖掃的 - 蛤 - 喔 - 而且我們第二次的機會命運 - 還沒抽啊 - 對不對 - 不用擔心時間問題 - 蛤 - 可是你覺得 - 應該是OE角嗎 - 對啊 - 夜光玩起來感覺 - 對啊 - 感覺AOE - 因為那個他打到怪 - 你是有那個傷害嗎 - 好快那個傷害畫面 - 一直飛起來 - 什麼風險 - 傷害一直跳 - 很療癒你知道嗎 - 打起來爽度很夠 - 你知道 - 心風之谷玩起來就是會有種魔咒嗎 - 會想要一直刷怪 - 想要一直清怪刷怪刷的 - 他們兩個在遊玩的過程 - 有那種詳細以前 - 同時在OKA的感覺 - 那個鍵盤聲磁吸 - 來 - 你真的是阿 - 你 vendor叉來了 - 你是AOA - 心底很冷耶 - 想說身體應該穩的齁 - 不是 你們都被怪圍毆了 我被三隻 三隻精英怪圍啊 我冤壞子欸 壞啊 壞啊 還不止 我超強欸 剛才Sandy放OE的時候好像怪都在旁邊 我剛剛這邊有三隻精英怪 欸 我們要準備抽第二個了 這麼快嗎 差不多了吧 這麼快 阿B 阿B 給阿B 你們小心點了 你們真的小心點了 兩位挑戰者注意啊 我的冥王是手要出動了 你抽到鰻魚就要幫我撥刺 我覺得完了 我一定會抽到鰻魚了 完了完了 力氣了 力氣 我自己的籤都是 我覺得你抽到果凍劍盤好了 都很帥 我抽不到 我第一次讓別人決定他的命運 可是果凍劍盤也不好 果凍劍盤真的很差 不要果凍 2 2 2 毒眼龍啊 2號 喔 毒眼 毒眼龍 還不錯欸 對 還可以 這個還好 什麼毒眼龍 瞧不起我們Sandy嗎 蒙眼睛 兩隻直接蒙起來 他剛剛兩隻眼睛打開已經死一場了吧 我剛剛被刷一個精英怪物欸 你知道眼罩也太大了吧 我蒙嗎 也太大了吧 我還以為是沙卡的那一種 怎麼蒙啊 這要是要來 嗯 沒有 我怎麼覺得兩隻眼睛都被蒙住啊 對 這 這不是兩隻都被蒙住了嗎 我等 你瞧一下 你瞧一下 這怎麼瞧 你大了啦 你不是大 你不是大 不是誰做的眼罩啊 不是大 你的氣化 氣化是不是在羞辱他啊 這很在羞辱人家 我覺得我們家氣化根本就是要害挑戰者 不是我 我戴起來是一隻眼睛很奇怪 好 人家頭皮要小啊 小臉 小臉 好 要不要直接把眼袋遮住就好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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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到 這樣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自反 不是啊鬼月還沒到 完了完了 所以他們在第二章七分率創的代表贏過十分鐘齁 對 所以他們剩 五分鐘 十分鐘吧 康爺就是變得有點 後 加油了齁然後 好剩下了最後三分鐘 最後衝刺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心乖心成這樣 為什麼 因為你那邊 每次看會不一樣嗎 不知道 其實現在看不太起來了 應該 應該 其實我覺得 看起來蠻順利 我覺得 搞不好有機會拿冠軍 真的嗎 搞不好有機會拿冠軍 你是因為角色的關係嗎 對對對 因為其實康爺的表現 雖然說他沒有辦法輕怪輕人冠軍 可是他表現還蠻穩定的 然後雖然Sandy死了一次 可是他只要活著的時候 那個範圍其實都很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我們目前在現場我們看到 他們兩個表現就是蠻順利的 沒有什麼特別大的障礙 但我們剛剛我覺得前面 我們可能把別隊想太強 搞不好別隊都很蠢 結果什麼變RV跟別隊槍俠 搞不好他們玩起來就是 哪裡都不對都怪怪的 那個欸 會那個位置有點不看 他只要看到時候抽到的職業 如果抽到的那種戰士類的是不是會失虧 慢慢砍 近戰也是有AOE吧 我記得 近戰也是蠻喘的 對啊近戰也是蠻喘的 所以很難講 可能補師類型 喔對有道理喔 如果抽到補師一個人輕不是很慘 對啊 會比較麻 傷害比較多 有喔有在持續升職喔 時間快到了 時間快到囉 加油 網怪最多的地方 左上角在閃囉 趕快去 直接看到那個紅色的在閃 就在5分鐘 時間快到囉 時間快到囉 這個我也聽過 誰沒在過網咖啊 大家都呆過 有的不一樣 有的會女嬰 有的不會 我以前還有那種 老闆直接過來 店員直接跟你講 欸時間快到了 你在攻四人是不是 有啊 比較小的網咖 真的有啊 欸那你要打嗎 有很多種啊 很多種會打死掉 欸那我還真沒遇過 有啊那投錢的也有吧 你們應該都知道 有投幣的 投幣的幾乎都是語音的啦 我記得 沒有沒有 語音不是 語音是中心 喔有一個中痛是不是 時間大會直接關掉 投幣會 他們如果數幾分鐘會寫在旁邊 然後你投十塊 可能會加30分 他把電腦放在木箱裡面 然後會有那個時間 他超時間在打金魚怪的人 真的 但打一隻他不是 那個金魚的生蠻多了嗎 我剛打了四隻欸 喔 我覺得你們要最後衝死了 快沒時間了 欸我剛打了四隻 冠冠 繼續打啊 再打啊 只有30秒 因為你們等級提升很高啦 所以需要經驗值會越來越多 你們是不是已經200等了 沒有啦 只有10分鐘200等 才幾分鐘 沒有我只有先等一次欸 你想辦法升第二次 可能優勢就會很大 完了 有機會 有機會 來倒數 10 6 8 7 6 5 4 3 2 1 4 停手 我最後衝了一隻獨角獸出去 好 好棒 來請兩位回座位 我們先計算一下 分數 好兩位挑戰者辛苦了 耶 我的麥 我的麥 小心小心小心 那我先問問看Sandy 剛剛玩起來的感覺如何 他們玩到頭髮都亂了 我剛剛應該要加時間吧 我 為什麼你中間遇到硬體障礙 對啊 硬體 幫我加一等 那個成績結算的時候幫他偷加一點點 對幫我加一等謝謝 不要加一等 後面加一個零就好了 對對對 不要加一等 應該要看他們現在在投機 你106啊我103啊 106是不是 所以他身拍比較高等 對啊 我就說我要加等了 喔 哈哈哈 我要幫我投我的觀眾爭取福利 欸 不不不不我要問一下死掉的時候會掉經驗嗎 死掉的時候會不會掉經驗 對啊 應該是會吧 所以這個可能也有影響 喔 對啊可能也有影響 因為剛剛中間中間有掛掉一次 死掉的時間也是 嗯 我盡力了 我盡力了 我看得出來 你盡力了 你越打越整個人越下去 你知道嗎 剛剛卡尼還有殺很多大隻的那種 菁果 對我殺大隻的感覺就很有幫助 對啊 我也有殺很多大隻我殺了四隻欸 所以因為你的畫面都是你那個 得到是鵬 就是鵬起來 我都沒看到 我完全看不到什麼大隻的東西 看不到會打什麼 抱歉 我看到一個紫色的東西鵬起來 那是我的大隻 跟著一下 現在死掉是不會掉經驗嗎 喔不會掉 現在不會 那應該還好 只是時間稍微所思一點點 那是裡面的那個地圖的關係 有可能 我那個怪的關係 沒關係因為 因為每一組地圖都不一樣 對啊對啊 所以這個真的也是有點運氣 有人去打那個 那個蝸牛啊 蝸牛 說不定你要死就被一次就這樣 就去掛 你是說抽到鵬魚啊 然後就掛了這樣子 你們挑鵬魚的時候 拜託那個魚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真的怕會出人命 好不好 天啊 好啦 我覺得今天兩位抽到那個障礙其實都還OK 冰塊跟眼罩 我覺得那五個裡面算是比較友善的 對 我覺得果冬鍵盤和鵬魚是最爛的 好引擎不錯 我覺得果冬鍵盤好恐怖 我期待捷鵬抽到果冬鍵盤他應該抓狗 耶 沒有你們想看果冬鍵盤還有換鍵盤的時間 對啊 對啊 應該到時候就直接USB那個鍵盤直接給他插 應該就直接給他用 那你們要現在就來抽嗎 要 下一組的也是我們抽 對 我們決定 來來來來來 我們決定你要抽個困難的給他們 你們要先捷鵬還是先尿式 一人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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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抽一張 抽兩個 你們抽兩個起來 好好來 那那個石油王你給他們抽 來 一人拿一個 趕快抽到果冬鍵盤 他們可以害人的時候感覺很興奮 對 我抽完了 要哪一支公布 哪一個 好來 看一下號碼 1 苦茶 苦茶 有點硬 這很簡單 沒有我覺得苦茶有點硬 我覺得有點硬 我來看我的 果冬 4 果冬鍵盤 果冬鍵盤 對 耶 好 抽到兩個 真的我覺得蠻硬的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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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苦茶 加果冬 剩鰻魚還沒抽到 所以非利益還怕吃鰻魚是嗎 沒有啦 那個會放回去 可是剛好兩個都沒有重複到 好不好 很棒 很棒 下一次宅之道的挑戰 兩位的這個機會命運已經抽好了 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再繼續統計這個 剛剛的成績的部分 還是要這個再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下禮拜這個宅之道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這個傑林跟鳥屎這一組呢 他們會繼續挑戰 那接下來兩集的英雄 我們先來看一下圖片的部分 喔 對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鳥屎跟傑林 還有在下一次的PilePilePile戲 這邊會有這個小梅跟我們大魚 是 是 究竟 最被大家看衰的這個大魚 能不能一番 最被大家看衰 你們剛剛 我們就剛剛在討論 我們在預測的時候 想說我們先把大魚那一組排出 超壞 超壞的 好不好 可是問題就是說小梅其實蠻carry的 對 因為你知道他很窄 他夠窄 我覺得這個遊戲是 在那個地圖上打是手術要快 手術 手術要快 那我相信小梅手術應該是 他上一次在這個PilePile戲 剪得出來的那個精華已經證明了他的手術 對 他有肌肉耶 對啊 他肺力美 肺力美 超過搖桿的手術是ok 我相信鍵盤也是不錯的好不好 好所以我先說不一下 今天Sandy跟康妮的成績 好成績發布 兩個等級相加分是209分 耶 很高耶 耶 謝謝康妮 我覺得不錯啊 起始的時候是幾等啊 起始是一等嗎 200 100 100 100 往100 嚇我一下 所以接下來看去看兩組 他們有沒有超越他們的分數 我覺得蠻有機會變成拉鋸戰的 這個彼此 大家這個 就來預測一下 好 那還是要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不要忘記到這個活動頁面來投票 還有粉絲團抽獎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的部分 有這個虛寶也有實體的 還有投票網址 我們的粉絲團 大家都記得點進去 這個是投票跟粉絲團的部分 好 那我們在最後的最後呢 還是跟大家說 我們這個 在位於這個 三創的這個 市民廣場 市民廣場 就是前面那一塊 就是三創前 有前面那一塊 有一個超大型的TMS勇者號 喔 我們來看一下字卡的部分 來看一下這個勇者號的資訊 因為其實那邊還蠻常辦活動的 然後我們這一次新風之谷呢 也特別來安排了一台這個 TMS勇者號 有一個現場活動 注入初級 黑暗決心 點亮 巨大楓葉 現場將有超狂3D浮空投影 喔 哇 雜重粉 雜重粉 這個就是雜重粉 等一下他是投在空中是不是 對應該是3D投影 像這種投影應該就直接投在空中 因為他都說浮空了 感覺很炫炮欸 對啊 感覺很炫炮 現場完成登劍體驗 展現對抗黑暗的決心 還可以獲得精美克制好禮以及強力許保 這個內容很多 然後時間呢 會是在1月16號禮拜三 然後到1月21 其實這個期間沒有很長喔 所以大家要把握機會了 好不好 這個每天的中午12點到晚上8點 地點我們剛剛提過的就是在三創活動的這個 一樓中心廣場 面對巴德路那一側 那就是在後面 那就是在後面 就是我們大門是面對這個市民工廠 那個市民大島 背面 對後面 後面那裡有一個腹地啊 對對對 有一塊 面對光耗商場那一個地方 對對對 然後這個地點我們剛剛就是跟大家敘述了一下 所以大概會是長這樣子 勇者號這個模型啊 就大概就是前面跟後面 好像一艘船 感覺這個現場看應該會蠻壯觀的 詳細的活動資訊呢 大家可以上這個先鋒之谷的官網來獲得資訊啊 好 那今天就感謝兩位勇者 算是順利的完成任務了 好不好 好 那今天這樣玩一玩有沒有自信拿第一次 我沒有 突然整個亂掉 我第二名就好了 他們等於一個人升了兩等 一個人升了一等 一等等於三等嘛 對對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 其實感覺會蠻拉鋸的 因為其實時間不長了15分鐘 所以這個勝負可能就只在0到1之間 不過我覺得 因為剛好康你有升兩等嘛 他是106嘛 這可能是自射的關鍵 沒有 我覺得關鍵是果凍鍵盤 你不要相信自己抽到的果凍鍵盤 不是啊 這樣子一抽到果凍鍵盤 好像是15分鐘全部都要用果凍鍵盤 有這麼硬嗎 還是你要給他5分鐘之後再開始 5分鐘吧 5分鐘吧 OKOKOK 好啦 總而言之 這個接下來的宅志道 還有在下一次的拜訪化的期 都會有持續的有勇者來挑戰 請大家務必鎖定我們 心瘋之舞的挑戰標等賽的活動 好 那我們今天就再次的謝謝康妮跟Sandy 謝謝 好 那我們節目進行到這邊 要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廣告休息10分鐘之後 再回來我們的拜訪化戲 我們下午睡覺 我們下午睡醒的時候 就睡醒了 下午睡醒那天 下午睡醒 使用點字幕 條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